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架就是他那里边打架 立法会里还是什么会 叫什么会 立法院里打架 打架女人高跟鞋扔到空中 院长王金平帮一下中招了 所以那天其实是一个很奇特的消息 然后这个事情全世界都在看 那当然了 真是太特别了 而且这第一次是我们所有的人都守在电视机前面看 因为那一天是要审一个总预算 如果那天不审这预算的话 今年度的预算过不了关嘛 所以大家都在期待说王金平去主持这个议事 但是民进党因为要杯葛他的议事 就把门给锁起来了 然后不让王金平上主持台 这个事情是在全世界见所未见的嘛 就是我把你锁在你的休息室里面 不让你走到异常 而且是在 他怎么能有这个权利呢 谁给你的权利 但是也因为其实立委有很多的免责权 对不对 然后在议会上面 其实我可以 因为你也没有说我锁 锁你 我犯什么法 现在目前为止你找不着这条法 相当于 这算相当于议长吧 是 是 你能够在议长 锁起来 对 但是问题是我就锁了 然后大家一堆人 然后后来就是每一天的这个新闻都在找这个 到底谁是主谋 谁去锁这些事情 被找到的人都还好高兴 说你看我才花两百块台币 我就达到这个瘫痪意识的作用 你看这些人现在脑袋真的不清楚 那只高跟鞋 现在值钱了 叫价22万 砸过王金平的脑门 叫价22万 其实我老实说 我看到这种现象 我自己也觉得有一点不好意思 身为一个台湾的这个部分的时候 我们每次在外面出外景的时候 就是电视新闻就会大大说 你看看你们那个台湾女人是不是都这么凶 我们以后跟你讲话要小心一点 你的鞋子鞋底硬不硬啊什么 所以我今天穿布鞋来 大家不要怕 不是 我跟你讲 他是假象 不是就是说电视上的东西不能反映一个社会的情况 台湾人很温柔的 台湾人比大陆人温柔多了 你知道吗 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一凑一块 在政坛上 而且你知道在台湾政坛上 台湾人这个精明啊 我觉得你包括你像有时候你说香港人 台湾人 你有时候会发现呢 他对事情反应快 为什么反应快啊 就高度激烈的斗争竞争的情况下 锻炼人的 你包括说话 你像马英九 我那天一看马英九成党内的修正主义者了 你知道吗 叫马修 马修主义 马修 其实就是什么呢 马英九那种人呢 就是说话 记者问他 要不要国民党要不要改名 他也说不改 其实后来他声称就是不改 没着打算 但是说了一句什么呢 就不排除当选之后 或许可以考虑 你就说这么一个或许可以考虑 就给人逮着了 然后呢 王金平就出来说 也许不一定 我有三大疑问 问马英九 为什么要改名啊 当选了之后也不要改名 不过其实最近南韩好像是有一个报道 还是他们做了一个统计 就是说到底全世界的谁 是这个智商最高的 容量最大的 就是脑容量 后来发现是中国人 台湾人 就是我们这几个亚洲地区的人 为什么 因为他生存的竞争环境 实在是太激烈了 像刚刚特别讲到 在台湾呢 其实他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一个现象 我觉得媒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如果我表演没有人看 那我为什么要表演呢 我主要就是表演给大家 然后让你们 其实在你们的期待过程当中 其实我丢血也是一种技巧 我死亡精品也是一种技巧 我跟你讲 你说这个我想起那天呢 我看这个国家地理 Discovery 讲这个杀人鱼 食人鱼 你知道吗 其实没有证据 没有迹象表明 食人鱼吃活人 那么那做实验啊 就说这条河流里 有食人鱼 那个主持人 带着那个防防护套 然后拿着一只鸭子 放进去 看着表 一分钟 压架子 就剩压架子 放只羊进去 两分钟 剩一羊骨架 这么凶猛 但是你知道最后得出结论 就是食人鱼 一个个很小的嘛 为什么会这么凶猛 我就想起你刚才说 为什么说中国人特别的聪明啊 密集 就是这个原因 说在这个 他太密集的情况下 食人鱼特别密集 机会又有限 这就说明 生存 对 在特别人群 特别密集的情况下 这个杀呀 杀戮的本能啊 特别强 会激发到顶高的 嗯 你要说大陆 最近我们大陆这说话呀 也有那不小心的 不小心吗 我看王硕就不太小心 但是也有人说 他一鸣嘴 话是不小心 相是不小心 实际上是经历过很小心的思考 长久的思考 才说出来 但是我为什么想起这事呢 说王硕不是骂于秋雨吗 我最近也看见一个于老师 接受一个杂志的采访 在他博客上出来 我觉得其中讲的有些话 很有意思 咱什么人观点都得有 是吧 那于老师一讲 感觉对中华文化有担当 说过 你看我去年在凤凰卫视 讲这个中国文化 我就横着讲了一遍 今年呢 我再给大家纵着讲这么一遍 现在经济发达了 但是这个我们中国人的皈依 在哪里 中国文化的这个密码 基因 DNA 对吧 我主要功夫 给大家弄这个 这样全球华人呢 找到认同感 这有点大 有点大 有点大 我没有什么讽刺的意思 对 我知道 我知道 但我听着有点大 客观报道 客观报道 气质 不是 我觉得 他要铁肩单道义 就一句话 他说的 就是说啊 你能看出有点意思来 比方说 他说 不是都骂他 在文革的时候 什么文革写作组 他在这边讲 他说那是在文革的时候 周总理坚持要恢复高考 所以呢 就要有一个教材编写组 我是那教材编写组的 但那个教材编写组 不等于文革写作组 甚至呢 哎 于秋雨还表现出少见的 这个我觉得挺 挺逗的话 说俗话 就是说 说什么呢 我跟律师事务所联系了 悬赏800多天 就是说 你们所有人指责我 谁要能找得出来 我在文革期间 我用任何一个笔名 写过 他们所指控我 写过的那些话 是一篇文章 一段话 乃至于一行字 能找出来 我把我全年的收入给他 他说 但是呢 悬赏800多天 没有一个人来 没有一个人找着 所以呢 我就胜利结束 他用了一句话 这叫什么呢 竖起小梗 竖起小指一根 鸡牙百门臭炮 你看 于秋雨很难得说这句话 竖起消息 这是一个男人 最大的一个自豪感 成就感 他里边就特别谈到 就是说 他觉得有些人 有文革遗毒 就是说 在现在的社会里 骂人 在行为上和做法 还是搞文革大批判 整人那一套 他认为有些人 还是有这作风 原因呢 他也提到 可能有些文人呢 嫉妒 嗯 我不知道 王老师 你们老王家人 最近出来说话 对 我看到这个王硕 对这个于秋雨 好像是一份痛刺 于秋雨 我觉得是特别奇怪的 就是 到青天 几乎我周围所有的朋友 都痛刺于秋雨 这个现象 我是特别奇怪的 为什么奇怪呢 首先我觉得于秋雨 在于秋雨这个人身上 我确实看到 知识分子的一种基本分范 但这个分范有点酸 这我承认 它是有点酸 尤其是风房台去年的节目 就每天一说 每天一说 它缺少语言魅力 就他一个人对着屏幕 讲的时候没有魅力 可是今年 我有一次突然听了 他讲那个文化的 那个源头突然被断了 然后重新去寻找 那段课 旁边还有北大的一些学生 那节课 讲得非常之好 我先不说 他知识信息的准确一否 但是我看到了 他对自己的文化 有一种真性情 像这样子的人 我就在想 刚才你 我听你话说 就于秋雨 同志 于秋雨老师 把自己弄得太大 就是总个文化 是否要在他手里 获得重建 或者皈依 这个是有点大 但是他有这种情怀和胸怀 我觉得还是值得赞赏 他不怕压力 我个人不认为 这有什么不对的 那你认为 你们老王家那人呢 我比较奇怪 就王硕过去 这个也骂人 就是他早期的时候 也骂人 也经常说一些 这个慷慨诚实的话 但他那个时候骂呢 是皮笑落不笑 就是嬉笑怒骂 这个嬉笑怒骂 他有一个特点 就是他那个幽默 是挺逗的 他是正话反说 反话正说 他经常是把你 笑破了肚子之后 你突然发现 他这个背后 就他骂的这个背后 他是蕴含了 他自己的一个 基本的对人生的态度 这个态度 你可以不同意 但是你会有一点欣赏 是因为 他确实对虚伪深恶痛绝 但是今天出现的王硕 却大大不同于以往 不同于以往 一个最重要特点就是 他突然先有一份愤怒了 就是如果说过去的幽默 我们说幽默是什么 幽默是你有一份优越 同时你和你被批评的 对象是保持有距离的 你是有距离的 这时候 这个距离就使你有了一个 批判的一个基本的张力 可是今天呢 你突然发现 他的这种咬牙切齿的 愤怒 不像当年的王硕 今天的王硕是张牙舞爪的 我就觉得有点怪了 就王硕受了什么刺激的 突然变得这么的 因为他突然太认真了 对生命认真 但是感觉 但是认真是对的 我认为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 人应该变得人情恋大 就是你要变得多少一点淡定和内面了 你得年龄到了 就是我那天说那句话 很多人物都表现出什么呢 老来癫狂 你知道吗 突然就老夫疗发 咱也不能说王老师老了 人还钻着呢 咱们记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给你讲讲我的感受 我觉得啊 不管是他还是他 不管是这些谁 跟我都不一样 怎么讲啊 我特别 一般人说就说推己及人嘛 对 我觉得我就是推人及及 我听到任何事情 看见任何人说什么 我跟你说 我发现我是个极度自私的人 就是我 我只是想着我自己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比如说 你王硕是个什么人 这就我不太关心 我关心的就是 你这个东西有没有我的营养 我从你身上可以得点什么 得点什么 你就是我的老师 就是三人行必有我是 所以在我看来 甭管谁谁谁 你们爱说什么 这是非 这是什么 这些事情 均与我 无关 那就是你关心他的一些过程 不关心他的结论 不是 我为什么说 我说我是一个极度自私的历程 我比如说我看这个王老师 他说这些话 给我的感觉倒是什么呢 就是相比起我自己 我觉得我不关心公共事务 我不关心公共生活 可能你觉得整天在节目里讲这些 我告诉你是因为工作 如果不工作的话 或者说工作完了 我一定不看或怎么样 我一看你说他沉寂很多年 但是他提到的近一两年 文化圈里所有的这些个事 这些个什么事情 他都还有所关注 你知道人家说所谓什么60年代 70年代 反正我这年代的 我觉得就是骨子里有一种 跟世界的距离感 你们这些个事 除了对我有用的 我拿来主意之外 其他的我不关心 对 这50年代这一代人 可能是 我不知道 就是因为我们毕竟是 所谓的读点书的人 或者说是搞文化的人 就是咱们不敢说是知识分子 就搞文化 可能我们会比较关心 这个时代的发生什么变化 这里有什么热门信息 我们会一直追踪这个事 王硕 我觉得他在这方面 义父心肠的敏感 这点是特别值得上场 我是比较欣赏 王硕在收获杂志上的采访 就跟孙甘露 也是一个作家 也是我一个朋友 那个采访 我在那个采访中 坦率说 我看了一定成了说 我有点心酸 就是当王硕说了 就是我这几年 看到我身边有些人就死去了 我的朋友 梁祖 我的父亲 我看到我突然有一种沉重 我心里对王硕有一份敬重 就我说我很长时间 我没有看到王硕的内心 因为他是一个特别遮自己的人 无论是小说 还是他的言谈 他是会把自己的脆弱 和善良的内面永远遮住 他会把自己所谓的铜枪铁面 那边晾给你 把自己裹起来 你就不能打 你打不动他了 例如他说 我是流氓 我怕谁 我记得很清楚 这是80年代 88年 那时候 88年还是90年代 反正是80年代底 或者90年代初 他写了王硕 玩的就是心跳 我觉得不错 我就给张满芯 我一个朋友 当年是一个女导演 给他推荐 把他改成电影 然后我去找他 跟他聊 我们俩聊得还挺好 然后他正在写一个长篇 梅灰色舞 那时候还不是很有名 然后他告我 王硕那时候是这样子 他见了你之后 他是会有羞涉感的一个人 我在这个羞涉感里 我就看到他内心极度的敏感 和那种有一定的脆弱 而且显得非常的可爱 而且在这一瞬间 你发现他的善良 他会迅速的把这点藏起来 然后就讲 他说他写的一个文章叫 叫做无所畏惧 他说我现在对生活态度 就无所畏惧 后来那小说发出来 我一看他把名改了 改成什么呢 就千万别把我当人 就是你就发现 他在所有的这方面 比如动物凶 我千万不要当人 我是流氓 我怕谁 他在动这个时候 他永远是把自己裹着 给自己输一个盾牌 我们秀员我们讲的事 是不是太大路了 也不会 我听一听 但是我老实说 其实两位就是讲到 对态度的问题 然后对很多事情的观感 但是以我 我假装我是七年级好了 这样我都比你们小一点 我的感觉是这些事情 其实除了就是说 你为自己吸收营养 然后你可能是 真的有一些责任使命 或者是王叔王老师 他有一些他自己的看法 但是对很多像现在的年轻人来 这些事情只有四个字 无能为力 所以很多的时候 他其实觉得这样写也OK 那样写也OK 不是跟我无关 或者是与我 叫我吸收些什么样 影响是 都我办不到 不管是去做这些事情 对这个事情发生看法 或者是对一些文学 有什么影响 或者这些事情发生 我又分世忌俗 我办不到 我基本其实是 现在的很多的人 我认为他其实是 有一个绝望的心理的 就是你只是 我看到你发生在我面前 他就来了 但是我没有办法改变现状 所以就让他发生 可是你比如说 我现在讲 要不要有自由 其实这个自由 往往就表现在哪 我这么跟你讲 说胸怀天下 对吧 未卑未敢忘忧国 但是我认为自由就意味着 我有没有自由不胸怀天下 我有没有自由不 未卑未敢忘忧国 有啊 对啊 我老老实实的工作 靠自己的劳力 挣得一份收入 把小日子过得美美的 美美的你没有权利 这不是你能做的事 咱们首先确定一下 自由的概念 说自由是什么 自由是在法律规定之外的行为 就是法律 咱们说法律是给你行为 本身的规范 发一个规范 发一个范畴 之外都是你的自由 之外都不是你的 对 法律之内它规定了 就你不能违反那些东西 你触犯了就违反了 对吧 在这个规范之外 这规范之外 你做什么事都不 但是规范之外 它有一个社会功德 就是一个基本的一个道德 就是所谓的社会舆论 道德品质 什么道德的一些 基本上是相归名约 这个对你进行束缚 在这个范畴里 就是咱们说 有一些公众人物 比如老百姓 你刚才说老百姓 无人为例 确实 因为老百姓没有 他没有享受这个权力的资源 只有一些基本的公众人物 或者一些有名的人物 他有这个资源 有这个能力 他发出声音 有众多人可以来听 这个时候你听的时候 确实需要有一个潜在的基本规则 你刚才讲的 那个女主持人结婚 结婚之后 持续主持人这个 对我有很大的启发 这个我们刚才没跟听众朋友讲 观众朋友讲 就是说其实现在台湾有个现象 就是很多的主持人 他们就开始不做这个工作了 因为现在每一天的新闻报道上面 很多都是负面的消息 怎么样去杀人 然后怎么样去什么放火 然后怎么样各种行为 就是反正把那个不道德的事情 作为极致以后 然后这些人 还要在这些东西里面加油添醋的 让社会大众把眼光积聚到这个荧幕上面 但是这个事情对老百姓有什么好处 对孩子的教育有什么好处 对大家的道德观有什么好处 没有 所以这些主播 或者这些新闻记者等等 他们就开始辞职 你看他就有一波辞职潮 就是说这里面是有问题 就是当他有要结婚了 就等于突然有这个义务 有一个责任 对 然后接着他想到他的孩子 孩子怎么办 那么就是说一种基本的道德意识 基本的规范意识进入他大脑了 这时候他会重新打量他的行为 这就是说的 推 推己及人 老无老以及人之老 幼无幼以及人之幼 我发现我跟这个正好相反 我待会接着跟你们说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看我怎么老是觉得 我就是老无老 以及我自己之老 人之师 以及我自己之幼 就什么事 我首先想到的 我跟你讲 不是他们说讲佛经 我也讲讲 说讲金刚经 金刚经 阿弥陀经 还有华言经 利班尔 我是瞎说 我学到一个我的一种学习观 处事观 是什么 你比如金刚经 第一段 我一般就会第一段 第一段说 释迦牟尼很朴实 到城里 挨家挨户 要饭 这是起食 你要这次第起义 然后有一句话 叫还治本处 就是他挨家挨户 一家都不漏 因为在佛教里 这种要饭的行为 也象征着一种跟你结法源 你明白吗 就是说给你 给你机会做好事 逃到了 然后你看 他还要回到自己的地方 这是原本的故事 我得到的理解 就是说 我活这一辈子 就是要挨家挨户去乞讨 就像我刚才跟你讲的 于老师身上 对我有什么营养吗 好 我很自私 拿过来 学过来 修严身上 修严可能做错事了 你也是老师 你给我一个教训 学过来 你知道吗 这种观念 你包括在这个 华严经里 佛教华严经讲一个 善才童子 五十三餐的故事 就是他要学习 然后他就到社会上去 五十三种人 都是我的老师 这里头甚至有妓女 但是都是老师 最后全学到手 就是我说的 推人几几 也就是说 你看 现在你 包括我这样说 是什么阿弥陀佛 早年也是一个 叫法藏比丘 也是说 说我要成佛 然后那个时候的如来佛 就问他 说你要成什么样的佛世界 他说你先给我看看 就是说 你把现在所有的 我都要都看过 然后我节得大愿 我弄一个最好的 无上的一个大愿 我的意思是什么 这里头潜伏着一种学习观 这就是我的态度 就是说 我觉得文涛 很多争论 很多 你查码他 他码他 我跟你说 对我来说 根本没什么意义 我只看他说的这句好 我记下来 那个好 记下来 不 这个好像是所有的 为学者都必须遵循的一条道路 因为今天信息这么多 他一定是为我所欺去选择我所需要的 但是学到了知识之后 他一定落实为两个字 就是塑造 你在学的时候 无形中在塑造 这是我想想 其实文涛 我觉得他 好像我很难判断 你比如说 假如说你跟张艺谋吵架 你让我说 你们俩谁对谁错 战事对我毫无意义 我只关心你哪句话说的对 我有点用 可是我觉得你这个观点是不对 因为他现在对你这个分钟 或这个月没有用 但是下个月他会出现 潜移默化的在塑造 他其实已经在影响你了 但不是这个事件上 是这个观念上 或是这个事情的本质上 就是说三人行必有我师 我把你们俩砸交到我身上 其实你是好人 谁说我是坏人 你刚刚自己说的 你说你老是偷人家东西 偷师 偷师 他有侧影之心 然后他其实很关心别人 我觉得很多的时候 其实事件的影响 不是那个时间 你马上可以思考的 可是他会在生命里 然后我不认识他 我在潜移三人行看他 其实他随便都看了错 他已经在 他已经塑造成一个他自己 都跟你偷的呀 而且他老是把自己爱话这样 对对对 我本来